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 以令人的脈絞 大点 拼面 金金 看到茫茫的世界 人生清清 魂的变化 这一所诗我们看到十字教 我们就想到说上帝的名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我想按照这个图片来看 教堂都在屋顶的上方 那屋顶的上方里面右边 你有看到两个圆圆的好像眼睛 就是这个是形象 就是说教堂建筑外表的形象 让我们做一些联想 所以我说 方 亚索基督的名 为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因为我们到教堂去都是一种祈祷 我们的心情就要祈祷 这个上帝能够保佑我们平安 或者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 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所以我在这一个图像里面 我看到墙壁有两个圆窗 那这两个圆窗就好像我们人的一对眼睛 所以我说 阴灵人的目标 大点拨顶 金金 他是注视的人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人的心 就是受到无形的一种神的力量控制 所以说看着望望的世界 人生青春 我们的变化 我想你看到云 你觉得说云变化无穷 云有时候可以变成绵梁 有时候可以变成老人 有时候变成其他的一个东西 所谓云的变化就表示 人生的变化无常 跟让一样 让云这件东西 我们知道所谓借情抒情 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 感情感寄托在某一个物象里面 用具体的这个事项来呈现你内在的心情 比方说我们有一首诗是敬夜诗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是故乡 他用床 月光 霜 这种具体意象 来呈现那种想故乡的这种情形 那我这个教堂里面 我借用了云来讲人生的变化 然后我们看到十字架 就是要希望那个上帝能够保佑我们 所以透过图像的想象 跟我们对信仰的了解 我们就可以如此来构筑一个诗 那我们知道说 所有的宗教都是为我们人生而写 人生有很多的喜怒哀乐 你可能会寻找慰藉 就会想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来祈祷的方式 来想象我们自己的心境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当时旅游的状况跟心情吗 对 因为这个圣多里里岛 这上面非常漂亮 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一些 这个教堂 或者蓝天 都几乎在这个里岛这上面 那这个里岛很多的 很多的人来来往往 因为各国的人都有 我们比方东方西方人 高的矮的胖的时候都有 那你在旅游的过程里面 每一个人都寻找自己心中的风景 那我们就一方面在玩一边在拍照 在拍照的过程中我们在取景 那取景拍下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仔细再看一下 好像那两个眼睛也在注视着我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应该把这一种感觉把它写成来 那这个有一个经验 我们实际上说 神在门门之中都在我们周围 其实墙上也有两个眼 然后隔墙也许也有眼 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这样的旅游经验 使我们说 任何一个场景 只要你有去思考 你就可能从形象里面 获得一种启示 或者说你看到别人在那边拜 非常虔诚 所以他虔诚里面 他是想写什么东西 我想每一个人去拜 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不一样 有的人祈求健康 有的人祈求说发财 有的人祈求说 让儿子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是教堂 教堂的属性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写这首诗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教堂到底给人的心灵 有些什么要注意 这样 十二级 逢亚索基督的名 为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神因人人的目指 大点 拼面 金金 看到 茫茫的世界 人生青春 魂的变化 中文字幕分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